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新骨毛补选的竞选期已经进入尾声了 然而国盟方面却接到了不少当地华人选民反映说 他们对国盟改派无意候选人上阵感到相当不满 毕竟在上一届雪州州选当中 是由民政党雪州主席张建峰出阵的 对此国盟总秘书韩沙赛奴丁 昨天在政治讲座上就解释 国盟民政党的候选人多次代表国盟上阵选举 但是都吃下了败仗 是华裔选民多次拒绝了国盟 海沙还说 华人票从来都没有从行动党的手中跑走 因此这一次让无意候选人上阵 也是基于考虑到马来选民心理的一些策略 国盟总秘书韩沙赛奴丁 昨晚在新古毛的政治讲座上 促请选民投选国盟 让人民回到以前各族和谐相处的生活 他说我国如今面对的是 各族之间互相不信任彼此 因此他希望选民们用选票 来纠正国家的前途 让我国迎来更好的领导之鱼 也能够教训从没有在补选当中 吃过败仗的行动党 至于同样在现场的前巫统总秘书 安努亚沐沙 则是呼吁选民在投票时 不应该考虑种族 而是选出一个真正好的候选人 他促请各族人民 集合所有的选票投向国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